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属于警告信息 如果不悔改 就会灭亡的警告 那第二个段落 就是从二十一章开始到三十九章 就是今天来讲的三十九章 这边是讲到被掳 然后要七十年 然后神要带领他们归回 这样一个信息 所以呢 在这个段落第二十一章 一开头二十一章 讲到是西底嘉座王第九年 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 三十九章这边 是这个段落的结尾 讲到西底嘉座王第十一年的时候 就是围困两年之后 耶路撒冷被攻破 犹大灭亡 因此我们来到 这个大段落的最后一章 三十九章 犹大王西底嘉第九年十月 巴比隆王尼布蒋迪萨 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 西底嘉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不常被攻破 伊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巴比隆王的首领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波 撒西金拉萨利 尼甲沙利靴拉莫 并巴比隆王其余的一切首领 都来坐在中门 犹大王西底嘉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 就在夜间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 出城逃跑 王亚拉巴逃去 在整个这个前一章 三十八章 还有三十七章这两章里面 西底嘉王一直私下的去询问 叶利敏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叶利敏也跟他讲很清楚 就是顺服上帝对你们悖逆的管教 你们就谦卑被管教 顺服 那神要你们就是投降 尼布甲尼撒 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是被他统治 可是呢 最少你们不会 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 可是西底嘉 他就是一直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他的个性非常的懦弱 最后他还是决定他不投降 三十九章这边都讲到 城终于被攻破了 第三节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巴比伦王的首领 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波 撒西金 拉撒利 尼甲 撒利靴 拉末 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 都来坐在中门 这些敌人的首领坐在中门代表 城已经被攻破了 他们已经在城里面的中门 这个地方坐镇 已经拿下这个城市了 刚刚讲这些名字呢 大部分都是翻译的这个音 他原本可能都是巴比伦 他们那边的官员的称谓 第四节 而犹大王西底嘉和一切的兵丁 看见了他们 就是曾经被攻破了 他们出现在中门 就在夜间从靠近王的园子 的两层中间的门 出城逃跑 往亚拉巴逃去 在半夜间 西底嘉跟一些产兵败将 就往东边亚拉巴逃去 很可能是想要逃到亚门那里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嘉 将他拿住 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那里 尼布贾尼萨就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嘉眼前 杀了他的重子 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 并且弯西底嘉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要带到巴比伦去 迦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 和百姓的房屋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和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余的民 都掳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 留在犹大地 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哈马地呢 就是在北叙利亚 那个地方是一个从两河流域 要进到中东地区的门户 之前呢 这个埃及法老尼哥 他打败了约西亚王之后 继续往北 然后呢 他就把约西亚王的儿子 约哈斯抓过来 把他从耶路撒冷抓过来 带到哈马地这边的利比拉 然后呢 就把约哈斯从利比拉这边 就带回去了埃及 做俘虏 然后呢 才立了这个约亚境 做埃及的傀儡国王 如今呢 西底迦也被这个巴比伦人 抓到了哈马地 北叙利亚 哈马地这边的利比拉 然后呢 这个巴比伦王就在那边审判他 巴比伦王 在这个西底迦的眼前 杀了他的重子 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族 这个之前在34章第三节的时候 耶利米就传递了审判的信息 说有一天你会被抓到 尼布贾尼撒的面前 让他 你跟他会眼对眼相看 果然这个就应验了 在他的眼前 他看见了他所有的儿子 跟所有的大臣贵族 都被屠杀 然后他眼睛看完之后 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第七节 就挽了西底迦的眼睛 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哇真的是很可怜 然后呢用铜链锁着他 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完全应验了 耶利米所说的 你若不投降 你的结局就是这样 第八节 迦勒底人就用火焚烧 王宫和百姓的房屋 又整个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也应验了伊路撒冷要被火焚烧的预言 第九节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余的民都辱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 民中毫无所有的这些最穷的人 留在犹大地 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巴比伦把这些社会的精英 中心分子全部都掳走了 然后把最穷最穷最穷的 这些百姓留下来 让他们也无法作乱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提到耶利米 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 你领他去 好好地看待他 切不可害他 他对你怎么说 你就向他怎么行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和尼布撒斯班拉萨利 尼甲沙利靴拉莫 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 打发人去 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 交与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 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尼布贾尼萨吩咐他的部下 去把耶利米从监狱里面提出来 并且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看他是要留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跟着其他的百姓 一起到巴比伦去 都尊重他 因此耶利米就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 然后他被交给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这个沙藩呢他就是在约西亚王十八年 约西亚王重新整理圣殿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发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 就是由沙藩读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 给约西亚王听 王听的嚎啕大哭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国家会这么多灾多难 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 他们不遵行祖先跟耶和华所立的约定 因此就率领全国百姓悔改 跟神重新立约 而这个耶利米 他的年纪跟约西亚王 是差不多的时候 耶利米在约西亚作王 第十三年的时候做先知 那沙藩的儿子亚西干 也曾经保护过这个耶利米 所以呢这个沙藩这个家族 跟耶利米的关系很好 所以呢就被交在 亚西干的儿子吉大利的手中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你去告诉古诗人以伯米勒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 必临到这城 到那时 必在你面前成就了 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知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 我定要搭救你 你不知刀在刀下 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因你倚靠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古诗人古诗就是伊索皮亚 那古诗人以伯米勒 他是个太监 然后呢他之前在第38章的时候 拯救这个耶利米 让他不至于死在 那个充满淤泥的牢房里面 耶利米在那边快要死了 那神就纪念 这个以伯米勒的义行 因此呢 在39章我们看见 三个人 第一个是西底嘉 第二个是耶利米 第三个是 这个以伯米勒 西底嘉他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最后神降祸不降福的 这个预言就完全实现在 西底嘉的身上 西底嘉悲悲惨惨的眼睛被挖掉 被铜链锁着 带到巴比伦的路上去了 而这个另外两个人 信靠神的人 一个是耶利米 他被释放了 另外一个是拯救耶利米的 这个以伯米勒 神也纪念他 说我必保护你 不会让你被杀死 因此呢 这三个人是很好的一个对照 值得我们被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效法耶利米 和以伯米勒 主啊当环境 和很多人的压力 都告诉我们 不要信靠神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艰辛的倚靠神 虽然遇到很多的患难 但最终神的话语 信实的拯救了他们 主啊我们看见 西底家 他三番两次的犹豫不决 他们最后 他最后选择了 不信靠神的话 主他最后就落在 自己的罪孽当中 被审判 主求你让我们有智慧 学习这些艺人的榜样 一生敬畏你 我们不向西底家 屈从于环境 跟从人来的压力 主我们单单敬畏你 愿你得着我们的心 也得着我们的人生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